鄭安琪這一天就出這一個兒童藝術活動 而講到女女張靜就快一歲生日 她就說因為有經驗 這一年都照得比想像之中輕鬆 只不過聽張繼聰說 說女女整天都很像她的 你會不會喝醋的? 真的不會的 因為可能我全積臭 我跟女兒反而都很像我 她其實很像我 張繼聰真的出來20分20分 她那個也是語言藝術 講回今天這個話題 她也是有很多語言藝術的 我們也是很欣賞她的 她是很辛勤工作的 但她說要用一年時間才經營她的伴侶關係 你也聽得出來 還會不會喝醋 嘩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我自己覺得也夠 和小朋友相處最主要是質素 不用很多 小孩子有沒有叫你不要再生 兩個夠了 她不是的 她喜歡的 她簡直很喜歡的 她簡直很想我像一個工廠 很快可以生很多 她會很開心 因為她不知道照顧過程 沒有的了 這個年紀來說 應該都是榮憂的 榮憂的了 光榮結業的了 我覺得人生來到現在 我今年41歲 我覺得下半場剛剛開始 對於我來說 做媽媽的階段 叫做 托賴 都叫做得心應手 反而給了空間 我在事業那裡 可以追求一些 以前可能少做些 或者有些事未做 或者有些事未試過 我覺得我有很多工作的計劃 接下來都會很想快點做